所以今天主要是先让大家试 全面是试水温 很简单 那现在的话是真的实战的 这些都是很热门的网站 所以其实理论上网页应该就差不多长这样 而且还有更复杂的 不过这已经够复杂了 如果你这么复杂的网页 你之要都可以抓得下来 那我想其他网页应该也不至于会太困难 可是我们要的东西 假设我希望抓的是 焦点新闻里面的这些东西 总共有六个标题 加上里面的抄理 第一个要怎么分析一样 按右键 假设这个 这个是头按右键检查一下 检查之后来看一下它的标 你会发现 它的这个名称叫SPAN SPAN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你今天是找SPAN的话 你会发现你可以怎么找 把这个SPAN点两下 Ctrl C 刚刚讲过了 里面这个网页多少SPAN 你可以Ctrl F 然后可以把它贴上去 那你会发现 不过我建议前面再加一个小于符号 因为你没有加跟加的话 不一样 加了前面的那个小于符号 它就是一个标签 有没有 这个时候要加一下标签符号 那你会发现这个网页里面 总共有187个 哇不对吧187 那你全部抓出来的话 那你想说老师那我我我我可以算第几个 你这样下下一个下一个 这样可不可以 是也可以啦 可是等到你这样 第几个哇 OK 所以不建议你用这个方法 除非说你那个数量很少 你用 算第几个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数量这么多 那你有什么方式呢 第2个你可以按右键 检查一下 请你在往上找 也就是SPAN 它的上一层 上一层是什么 上一层就是他爸爸那一层 有没有 那上一层的话是什么呢 它的上一层是 那个A A的话是超连 A通常是超连结 可是问题 A有多少个 哇那也是非常多 所以应该 不OK 那怎么办 没关系 所以像这个找的相对会比较复杂 就是你找的位置有没有 太多了 那你怎么办 往上一层 再上一层 所以往上一层的话 理论上再上一层 看起来好像OK的 因为它LI LI的话 实际上就是那个项目符号 有没有就是有点像Word里面那个项目符号 然后再上一层是UL UL的话就是说这个项目符号的外框 所以UL里面有很多个项目 OK它基本上是一提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找UL你也可以找LI 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有找LI的话 会有什么结果 点两A 那当然LI它有两个东西 一样有标签 一样有类别 所以我们一样可以针对类别 像刚刚一样 刚刚那个Custom是两个的 那这个几个 点两下 一样Ctrl C Ctrl F 所以其实这招蛮万用的 Ctrl V贴上 那你可以看到 看到结果几个 36个 那它目前在第几个 它目前在第一个 所以其实可以分析起来 焦点新闻有6个 123456 所以 可想而知 它应该除了焦点新闻6个之外 其他个别每一个应该都6个 所以6乘6应该是36 这是我推敲的 当然有时候 你如果不想说再去抓太细 你大概推敲 大概应该就对了 所以理论上 焦点新闻应该是0到5 它的编号 所以我只要用什么 用Find all 然后找什么 找那个li加上这个class 那就可以把36个全部找回来 那可是我不用36啊 我只要抓前 前6个就好了 就是0到5 然后把它跑回圈 那这样就OK了吗 对 那再来的话呢 我要什么东西 我要里面的文字 所以你就点test 就把里面的字抓到 然后如果我要取得里面的 超连结的话 刚刚不是有个点get 有没有 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如果用A的话 那就抓HRE OK 可是我现在是li 就是你 你爸爸 你无权去使用你小孩的所有的东西 如果他成年的话 你不能说 你的户头就我的户 你的钱就我的钱 我可以直接拿 不行 这怎么办 你变成你要在下一层 然后再把那个超连结抓出来 这样就OK 可是要怎么做 这是分析啦 OK 实作的话其实也不复杂 所以请各位一起可以猜猜看 先 试着了解一下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你可以找到那个spam spam应该太多了 所以我会往上找 找到li 那li的话呢 它基本上就是会有36个 我用那个Ctrl F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li的class全部抓回来 然后只取前面的这个6个就可以了 我后来发现 它这个这个地方其实 A有没有 A后面 当然它卷轴很宽 我后来发现 它这边其实有class 有没有发现 A里面也有class 诶 漏看了 所以其实 A里面 那这个A里面的class Ctrl C一下 Ctrl F Ctrl V一下 你会发现也是36个 所以其实用A OK 你说老师那用li其实也可以 你用A 那A的好处就是说 反正呢就是那一层的 你不用再往上 往上一层的缺点就是说 将来 你爸爸要存取你的东西 还要经过你 才可以啊不然的话没有问你一下 那这样有点 这有点有点OK吧 所以怎么做我做给各位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当然我们可以拿 如果我今天用那个A的方式的话 那一样怎么样 我这个地方把这个 首先的话一样 Find all A 有没有 然后面这一串有没有 这一串实际上就是把 那个A后面那个class 把它切过来就可以 就这一串 你们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个右边要卷过来 然后到class有没有 这个可能字比较小 把它点两下 这个蛮长一串 点两下之后Ctrl C 然后把它Ctrl V 贴到这个 第2个阐属 这个是标签 这个是类别 所以这样的话我就取 第0个 到第5个 所以6停下来 OK 那这样的话把它print出去的话 那取到的话应该就是 焦点新闻的那6个 所以看得到应该第1个就是那个 驱离无人机这个 OK 那底下的话就是超连接 应该没问题了 然后将来大家你也可以存成CSV 比如说第1栏是标题名称 第2栏的话就是 超连接 有没有OK 那2个栏位把它存成一个CSV 那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用Li 其实Li也可以 只是Li要怎么改 这个只有Li 然后后面的话一样 其实如果你用Li的话 那一样就是说呢把这个名称点两下 Ctrl C 那这个地方的话class 就贴这个class名称 好 那只是说如果你现在执行的话你会发现 理论上文字部分是OK的 字应该OK可是 底下的超连接抓不到为什么因为超连接在他额字 里面 比如他的抽屉里面你不能说 我是你爸爸所以我随时要拿我就可以拿你多少钱我都是我的 你不行因为成年的就不行这样OK 我发现现在小孩子都很聪明 很小他现在小孩子跟我们的年代不同 OK 所以怎么办呢很简单 你只要怎么办 在这个地方 再加一个 加个什么东西呢 这个地方是Li 所以你这个地方再加一个fine 也就是针对 他这一层本身在fine什么 fine他额子 他额子是什么 他额子是A 点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多加一个这个东西 有没有Li 里面再去找A 那一定有一个A OK 那你就是找A之后 就会有 Gate HREF 加这个就可以了 再往上找OK 但是如果将来你要往下的话 那你就要再加一个fine 他下一层是什么的名称 找到之后就可以存取他里面的属性 OK我们来试一下 执行的话 那应该就OK的 有没有超级已经出现了 这两个方法我都有放在云端上面 给各位参考 所以这个是方法一 方法二的话就是这个地方 点fine这个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注意到的话 那就 那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用 再上一层 用UL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 所以你们回去试试看 如果哪一层都可以 那以后怎么抓都没问题 OK 吃吃看好了 所以你这些东西如果懂得融会贯通 如果在爬虫 其实说真的也没有那么困难 OK 这是最 我觉得最 最精华的地方 OK 这些东西会的话 就这样也够用了 所以这样 一般网页 像这样网页已经都 都抓得到了 那其他网页 你们可以去试试看 OK 新闻网页很多嘛 Ya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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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 反正各个那个 这个电视台都有新闻的 这个网站 那你可以都抓抓看 然后比较看看 OK OK 那 时间也差不多 不然我们今天 就先讲到这里 那下一次的话也许我们在讲后面 几个范例吧 然后那也许抓一些新闻啊 抓一些 外汇啊 抓一些股市啊 等等的 如果都抓到这儿那应该没问题了